1月14日汪峰前妻葛慧杰微博发文 不骂要夸吗 并晒出一只带着钻戒的手 后葛慧杰还针对网友说辞 怒怼解释自己离开汪峰的原因 称离家出走是因汪峰有女人 不带宝宝是因为没钱 后又发文称 骂你成瘾 有网友质疑葛慧杰是他不要汪峰和孩子的 丢下孩子和那个男人跑了 葛慧杰回击 什么我和哪个男人跑了 你别闹 当时我离家出走是因为我发现他有女人 我离家出走不带宝宝是因为我没钱 离家出走是因为想要警告他 怒怼网友之一 网友们纷纷表示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 和女儿的联系不能断的 因为他是你生的 也希望你可以找到爱你疼你的人 希望你幸福 葛慧杰是汪峰的前女友 2004年汪峰与葛慧杰恋爱 2005年汪峰与葛慧杰的女儿小苹果 汪曼希在北京出生 不过后来葛慧杰太贪玩 不是汪峰心目中的前妻良母 就选择了与葛慧杰分手 1月6日 葛慧杰更新微博发文道 我的宝宝开始喜欢炫耀 偷偷的看着他炫耀 之后又转发了这条微博道 嗯 12了 我30了 葛慧杰一句 我的宝宝足以证明 他非常在意小苹果 我叫张子怡妈妈 还是名 葛慧杰最后来葬我